就不让你过去 且 想拦住我 你还真以为自己有那个本事吗 小迷 这里正好有个赶牙板 你先踩在上面让我过去看看 有没有通关道具 好吧 那我就勉强给你个表现的机会吧 不好意思小迷 你难道没听说过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吗 什么 没想到居然被抽兔子套路了 年轻人不讲武德 不过俗话说得好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还是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哎 点击开关还会出现箱子 那我只需要把箱子推到赶牙板上不就可以了 想办法拿到游泳池的钥匙 且 第二关这么简单 不用想 作者肯定是被我的实力折服了 来了 我去 我怎么还狗带了 嘿嘿 原来小丑竟是你自己 抽兔子 你是风油精转世吗 这么会说风凉话 诶 误打误撞发现了一个扫把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 只要用它把排水闸关掉肯定就可以了 怎么样 这不就被我轻松打捏了吗 第三关 加油恶犬 简单 接下来就看我的吧 哎呀 兔妹妹 你是让我看你如何优雅的狗带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 肯定都知道要找道具才能过关啦 哎 冰箱怎么还给了鸡腿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让我们用鸡腿挥露小狗过去 你说得很对 下次别说啦 我去 我怎么还被关进了牢房 完了 这不是逃了个寂寞吗 慌什么 我福尔摩斯迷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今天我就好好的给这个作者上一课 怎么样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小子 你高兴的未免有点太早啦 气 我劝你们两个小卡拉米 还是别出来找存在感啦 我去 我怎么突然狗带啦 我晕 兔妹妹 你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牢房里肯定到处都是监控 所以我们最好走边上的盲区才能不被发现 有道理 没想到你还是有点东西 不过也就止不于此了 真是大言不惭 看我这就送你们上西天 我去 前面怎么还出现了岩浆 作者 你够狠的呀 小米 这一关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该我上场表演啦 然后只需要用这幅画挡住监控不就好啦 哇哦 哎呀 小兔子 看不出来你还是有点作用的嘛 吸入间里有钥匙 可惜没被堵住啦 气 不就是找线索嘛 这对我来说一点难度也没有 好家伙 玻璃居然一碰就碎啦 不用想 这玻璃肯定不是中国制造 不是吧 怎么还需要一把钥匙 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放我们出去 不过不好意思 钥匙还不是被我给枪头拿到手啦 走走走 兔妹妹 我们赶快出去 好好问候下作者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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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